空軍一架AT-3教練機墜毀 23歲少尉悲悲觀徐大軍訓職 美國參議員達克沃斯 與總統蔡英文會面 這令美國會確保不讓台灣固軍奮戰 根據美國 日本外交部成立新戰略小組 分析中共動向、協調政策 新政院長蘇貞昌宣布 週三起入境台灣的旅客 只需實施拖曳快篩 不用再等待PCR結果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 各位